好 另外一个意外来看到 这是在台三线新竹峨梅路段 这里的弯道非常多 而且事故频传 就在昨天有驾驶酒驾 结果酿成了两死一伤 这名周姓男子 他当时开车经过路段的时候 因为下坡车速非常快 于是就突然失控 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之后 还车子弹飞了 这周姓男子是轻伤 不过当时车上的两名乘客 是当场死亡 根据警方统计 光是这同一个路段 今年已经有五人死亡了 所以特别提醒 如果驾驶行经这个路段 一定要减速 留意路况 汽车副驾驶座的车门 整个都撞凹 玻璃碎裂 零件喷飞 甚至连后保险杆都掉了下来 地上还可以看到 长长的刹车痕迹 现场情况相当惨烈 昨天晚上在台三线新竹 峨梅段89.5公里的地方 发生一起严重的死亡车祸 造成两死一伤 当时疑似是因为 在下坡路段车速过快 失控自撞路边电线赶后坦飞 驾驶虽然只有轻伤 但九侧值达到零点一一 不过台三线新竹峨梅段 有长下坡还有连续的弯道 相当容易发生事故 今年已经夺走了五条生命 被当地人认为是死亡弯道 新竹县警方还特别为此 拍了道安宣导片 呼吁驾驶人过弯时 一定要减速慢行 以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 华市新闻庄民线张书民 沈丽荣新竹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это��면